花莲地区各机关的人事主管50多人参加了这次人事汇报,汇报在花莲县政府举行。 人事行政局长陈贵华向这些人事主管转达了政府革新阵风的决心,并且勉励大家把握工作的观念和原则,提高服务的热忱,在工作中要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 汇州出席的人并且提出建议把各种宽延不一的人事讲庭规定加以修改统一。